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9% 目前报价1479美金 石油价格也有所上涨 盘中突破61.3美金每桶 目前报价60.9美金 美国三大股指也纷纷创出了新高 其中标普500走首次突破3200大关 澳股股指也在历史新高6800附近徘徊 澳币对人民币目前报价4.821 那大家知道下个星期马上到了圣诞节 今天墨尔本也迎来了高达40多度的高温 那我们来今天说一个比较休闲一些的话题 火锅 相信有新的朋友都会注意到 最近墨尔本的市中心出现了非常多的火锅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 听说明年火锅界的龙头海底捞也将登陆墨尔本 那很多人会说 那最近为什么火锅会在墨尔本出现这样集体式的爆发呢 那首先我们会这个去想一下这个2017年 也就是两年前 关心移民政策的朋友都知道啊 在这个17年的时候 澳洲的这个雇主担保的移民政策 也发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 那大量的厨师呢 没有办法留下来 那很多新的想要出来的这个厨师朋友们啊 申请签证也是难上加难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那火锅就出现了 我们知道火锅跟传统的中餐啊 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火锅呢 是没有技术含量 它不需要大厨 那我本人呢 是个别包准准的吃货 墨尔本啊 像是大大小小的火锅店 我也都尝试过 那从一开始给我的一个心情 到现在啊 因为火锅店之间的同质化的竞争 同质化已经非常严重 已经给我带来了这个味觉上的疲劳 那我最近也发现呢 这些火锅店啊 开始变着花样的 这个玩新招 比如说这个 送个这个小孩子玩具啊 或者说吃火锅的时候 表演一些节目啊 那火锅店呢 也已经从单纯的味道上面的这个竞争 变成了周边产品和服务上的竞争 那在这里呢 不得不说一下 我们刚刚说 马上要进军墨尔本的这个火锅界的龙头 海底捞 那海底捞的创始人我们都知道 他叫张勇 那这个人呢 也是非常有意思 他是通过这个 今年手中持有的69%的海底捞的股份 成功成为了今年这个新加坡的首富 他这个人呢 在早期创业的时候啊 很容易被骗 最早的时候呢 开了一家麻辣烫 结果啊 喜欢上了对面的这个发廊的姑娘 被骗了钱 那后来呢 94年的时候 跟朋友合伙 开了一家火锅店 那时候只有四张桌子 但是买着四张桌子啊 也被骗了钱 那我说回正题 四川的朋友都知道啊 如果这个四川虽然是海底捞 虽然是四川走出去的 但是如果你到了成都 说你要去吃海底捞 这个是要被这个四川的朋友们鄙视的 因为这个张勇啊 他不是厨师厨身 所以做出来的火锅呢 在这个竞争非常激烈的这个四川呢 味道呢 也不是那么的好吃 那就是这样的火锅店 到底是怎么在各路英雄豪杰奇聚的 这个中国的餐饮业市场走出去 并且呢 成功上市 在一年内股价上涨了100% 成为业内的龙头老大呢 那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服务 那我们说 一家火锅店 它靠服务能够做到多么火爆呢 我们来看几个数据 从今年8月份海底捞发布的财报来看 目前为止 海底捞在全球拥有593家直营店 人均消费呢 也从18年的103元 上升到了19年的104.4元 而平均翻台率啊 仍然维持在非常可怕的五次 五次是什么概念呢 如果按照每桌平均三个人 那海底捞的每一张桌子的 每一天的收入 就能达到1560元 那就是每一张桌子 如果一家门店 有100张桌子 一天就是156000 简直就是日进斗金有没有 那这个我们说 有了这个龙头老大 难道火锅店就没有其他的这个 火锅市场就没有其他的参与者了吗 那当然不是 我们看到目前国内的火锅店 可谓是这个百花齐放 从形式上也多种多样 有什么鱼火锅啊 是像是什么 潮汕那个牛肉火锅啊 泰式火锅 那从价格上呢 根据食材和就餐环境 也分了高中低档火锅 那很多人会问 那如果仅仅从价格上竞争 不就是恶意竞争了吗 我们这里啊 引入一个经济学的概念 价格启示 我们打一个呢 最简单的比方 A类群体 他的人均消费在50澳元以下 那他们呢 可能会愿意牺牲一些就餐环境 或者说花时间去排队 另外一类人群呢 币群体 他的预算呢 在50澳币以上 是什么呢 就是就算啊 你不给我这些优惠 这顿饭呢 我也照吃 而且我还要讲究 就餐环境和这个服务 所以说这个价格启示 虽然他的这个词语里面啊 带来启示两个字 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贬义词 因为他通过价格的定位 成功取分了高消费 和低消费的群体 使预算有限的A类群体呢 在付出了一定的时间啊 或者精力上 也可以享受到不错的这个美食 那这个呢 在经济学当中 叫做减少社会福利损失 那B群体呢 在多付出的 多付出的那一部分钱 在经济学里面 可以理解为消费者剩余 通过这个经济学的概念呢 我们能看到啊 目前墨尔本火锅店 人均基本上在50到60左右 甚至我有些时候 一不小心一吃 可能会吃到70甚至80以上 那可以预见的是 未来墨尔本的火锅 也会有越来越多形式上的 多样化 但是呢 人均可能会往50以下走 所以这个对我们消费者来说 绝对不是坏事 那很多的投资者也会说 那针对于火锅 目前的这个火爆的情况 对于我们未来的投资方向 有什么参考价值吗 那我们这里就要说一下 它火锅的一个本质啊 其实是属于消费品 那结合美国过去几十年资本市场的一个 数据来看 能够提供给投资者的超额回报 这里是指十倍以上 大多数呢 都集中在消费科技和医疗板块 消费板块很多人会觉得 现在的经济这么差 比如算是澳洲的这个上市公司 Walworth Coase 这些公司的话 今年的股价都上涨了30%以上 那天天我们看着喊着新闻里面说 澳洲的经济差 失业率不好 那怎么这些股票还会涨呢 那这里啊 我们要强调一个消费板块的一个特点 叫做两头分散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上游供应链的分散 和下游消费者的分散 上游供应链的分散呢 不仅能够分散供应链的风险 更能使啊 这个公司获得溢价权 而分散的消费者呢 彼此彼此独立 比如说 A地区的人可能会觉得你的产品贵了 但是B地区的人不一定会觉得你贵 那么产品的定价权也就掌握住了 这样的消费公司 手里啊 左手握着溢价权 右手啊 握着定价权 那像贵州茅台 现在的这个股价 已经达到一千一百多人民币一股 它的毛利率是多少呢 百分之九十一 星巴克的毛利率百分之五十九 就连国内做压缚的毛利率 毛利率都高达百分之六十二 不仅让这个贪嘴的人流口水 利润空间之大 也让投资人流口水 那比如我们刚刚说的火锅好了 根据18年 中国餐饮业年度报告 在17年啊 火锅行业的整体毛利率达到了百分之四十九点五五 那接近百分之五十的毛利率 怎么能不让这些投资人趋之若鹜呢 那从消费者的角度 我们考虑到火锅有一个特性 就是让人上瘾 现在不是有一句话吗 也是这个现在社交网络非常流行的一句话 叫做世界上没有一顿火锅不能解决的事情 如果没有 那就两顿 类似属性的还有什么呢 像是可乐 咖啡 这些啊都含有咖啡因 会让人上瘾 那客户上瘾了 客户自然有了粘性 有粘性才是充分竞争行业的立身之本 所以我们现在看可口可乐也好 星巴克也好 都有惊人的股价表现 星巴克呢 在过去的十年中 股价更是翻了十倍 整整百分之一千的回报率 相当于每年翻了一倍 我想问问哪个投资渠道能够达到这个收益率呢 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让人心痒痒 但是呢 可是我们经常会去喝星巴克 可是却从来没有想过他的这个去买他的股票 再说另外一个行业 这个美妆护肤品 那这个呢 也是我自己本人比较喜欢的 那我们说化妆啊 让女人上瘾 我自己呢 把这一部分付出去的钱称为智商税 为什么呢 像是这些产品啊 添加一些新的成分 就告诉你是美白啊 抗衰老啊 去痘啊 口红换个颜色啊 这个都是我源源不断要去买的这个东西 那这里呢 我们必须要说一下 全球护肤和美妆品牌的这个巨头 叫做亚诗兰黛 那这个公司呢 旗下不仅仅只有亚诗兰黛 自己这一个牌子 还有像是学生族比较喜欢的倩碧啊 岳墓之远啊 巴比布朗 魅可 或者小资白领喜欢的汤佛 或者酒麦龙 或者说是这个贵妇 钟爱的海兰之谜等等 那今年啊 我相信几乎所有的女孩子都知道这个 口红一哥李佳琦 这个人呢 是一个传奇人物 网络直播卖口红 五分钟卖了多少只 这个一万五千只口红 那今年双十一呢 个人销售额也是突破了十个亿 这个数字呢 相当于全国人民 每个人啊 给了他一块钱 那不得不说 他是实现了我小时候的梦想 那很多女生买到了他直播间的口红呢 我呢 也自然而然 自然而然也买了 但是我买归买啊 但并不妨碍 我去买口红背后的资本推手 上市公司的这个股票 那上个月初呢 雅诗兰黛的股价还在180美金左右徘徊 那到现在呢 是203美金 整整不到一个月的一个时间 那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来问我们要一下 这个雅诗兰黛的这个股评 那另外一个行业 我们要说到的 就是让人 让男人上瘾的游戏行业 美国上市公司 动势暴选 纳斯达克的这个代码 纳斯达克的股票代码 ATVI 说这个公司 大家可能会一头雾水 但是说到这个糖果传奇 也就是我们了解的Candy Crush 或者魔兽世界 很多人就会不陌生 像这种枪战射击类的游戏 玩着玩着 会让人肾上限速激增 那让你上瘾之后啊 每出一个游戏装备 也就是源源不断的现金流 那目前呢 像是这个刚刚提到的 雅士兰黛公司 和这个动势暴选 在我们GoldMarkets的平台 都是可以交易的美股 所以说 综上所述 如果你找到了 让人上瘾的 同时拥有定价权 和溢价权的消费类公司 我相信你就找到了 下一个投资的金矿 今天的这个节目呢 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